華航諾富特群聚 有多名確診個案 在具有可傳染期間 都有社區活動史 指揮中心昨天更正 按一一四五飯店外包商的足跡 他在四月二十九號晚上的九點半 到晚上十點四十分 前往的黃絕飲料店 是在三重商工店 而非之前公佈的盧州中華街分店 業者接獲通知 已經提前打烊 並且配合衛生單位來進行消毒 也會安排員工自費採檢 而另外指揮中心宣布 勞工和公務員接種新冠病毒疫苗 現在開始有疫苗接種假 時間是從接種當天到第二天的半夜十二點 雇主不得拒絕 但是不一定要給薪水 為了參加民眾接種新冠疫苗意願 各部會延商後決定自即日起 實施疫苗接種假 所有勞工與公務人員 也就是公司部門一體適用 請假期間雇主可以不支付員工薪資 只要前往接種或接種後發生不良反應 自接種之日起到接種次日晚間十二點止 憑著疫苗接種記錄卡 就可以申請疫苗接種假 政府強調除了希望藉此加強防疫 也希望能進一步保障接種疫苗者的工作權益 像是雇主不得拒絕勞工請疫苗接種假 不得視為礦職 不能強迫以試駕或其他駕別處理 也不得扣發全勤獎金 解雇或其他不利處分 公務人員也是一樣 機關不得拒絕請疫苗接種假 也不得因此影響烤雞 或有其他不利的處分 工商團體對此大多抱持正向看法 不過企業界提醒 如果多數員工集中在某日接種 將可能對公司運作造成影響 企業界基於國家防疫 希望社會盡快恢復正常運作的角度 都願意支持這項政策 希望疫情盡快平息 記者 張智雄 莊淑敏 蔣龍翔 台北報導